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 诚意演绎李湘怡,江湖在线武侠梦,英雄共赴莲花楼钟情 异曲江湖梦,莲花楼钟醉 诚意英雄气,武侠在辉煌 观众心中燃,热血共此生 新传奇已至,众人共翘首 自莲花楼首播以来,江湖中便掀起了一阵热潮 这部由诚意主演的古装武侠剧,如同一缕清风,吹散了浮躁的尘埃 令观众重温那久违的武侠情怀 剧中诚意饰演的李湘怡,身怀绝技,智勇双全 却又身世沉迷,令人捉摸不透 他在剧中常言,我虽身处江湖,但心向自由 他的演绎不仅打破了流量派的标签 更让人们见识到了他扎实的演技与对角色深刻的理解 在这部剧中,诚意的每一招每一世都如行云流水般自然 打戏更是刚柔并济,展现出一种出神入化的意境美 观众们在欣赏他的打斗场面时,不禁感叹 这不仅是武功的较量,更是心灵的碰撞 正如古人所言,拳脚之功,在于心法 而诚意显然深谙此理,他将角色里相宜的复杂性格与内心挣扎表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莲花楼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广泛的讨论与热议,并不仅仅因为诚意的个人魅力 该剧在剧情构建上也颇具匠心,情节跌宕起伏,让人欲罢不能 江湖险恶,人心难测 这是剧中另一位角色常挂嘴边的话语 尽管武侠题材近年来显有爆款,但莲花楼凭借其独特的故事设定于演员们的精彩演绎 再次点燃了观众对武侠剧的热情 在这个信息碎片化,快节奏的时代,许多观众习惯于用二倍速观看剧集 然而莲花楼却以其细腻的叙事与深刻的人物塑造,让观众愿意放慢脚步,细细品味 正如一位观众所言,好剧需要耐心去欣赏,而不是一味追求刺激 这句话道出了许多观众对这部剧的真实感受 作为一名在下,我也曾在这个浮躁的娱乐圈中迷失方向 但莲花楼让我重新找回了那份对武侠世界的热爱 在观看过程中,我仿佛置身于那个刀光剑影 豪情万丈的江湖,与李湘怡一同经历风雨,共同成长 每当看到他在困境中坚持信念,追寻真相时 我不禁想起自己的奋斗历程 那种共鸣让人被感温暖 你我皆是江湖人,不必拘泥于世俗 李湘怡的一句豪言,让我想起了自己的追求与理想 当然,这部剧也并非没有争议 在网络上,总有一些声音质疑其剧情或角色设定 但正如诚意所言,每个角色都有其存在的意义 面对质疑,我们更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去欣赏和理解,而不是急于下结论 这种现象在如今网络环境下尤为突出 人们往往被短视频和快节奏的信息所影响 失去了对作品深度思考的能力 莲花楼的成功,不仅是诚意个人努力的结果 更是整个团队共同奋斗的结晶 从编剧到导演,从演员到后期制作 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无数心血 这种对艺术追求的执着,让这部剧成为了古装武侠剧的新标杆 随着莲花楼的热播,各大媒体纷纷对其进行报道和分析 其口碑与收视率双双攀升,更是让人倍感振奋 豆瓣评分高达8.5分 这样的成绩无疑证明了观众对这部作品的认可与喜爱 而诚意在其中出色表现 也让他赢得了更多人的关注与赞誉 未来,我们期待着更多像莲花楼这样的优秀作品问世 让更多人重视那份对武侠世界的向往与热爱 总之莲花楼不仅是一部成功的电视剧 更是一段关于梦想与奋斗 友情与爱情,正义与邪恶交织而成的传奇故事 在这个充满悬念与期待的新篇章中 让我们共同见证诚意如何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而等可否也分享一下你们对这部剧的看法呢